受到恶物战争的影响 各种的原物料价格都持续在飙涨 其中涅价大涨了250% 美国电动车大厂撑不住了 9号宣布要调涨美国跟中国部分车款的一个售价 恶物战争持续延烧 带动全球原物料价格不断上扬 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涅 在两天内价格飙升250% 一度突破每顿10万美元 让龙头大厂特斯拉撑不住 宣布调涨售价 特斯拉9号宣布将美国Model Y和Model 3部分车款定价调整 约新台币2.8万元 中国制部分车款涨约新台币4.4万元 对手Riven一次涨20% 尤其近期油价飙升 很多转而选择电动车 让品牌订单大增 又碰上原物料大涨只能调整售价 未来还可能出现缺车的情况 也有一些原物料 像Cabling一些东西 它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个还是还需要持续 我们会持续密切的注意它 未来的发展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证实 车用线速攻击因为战事受到影响 传出全球最大车用线速伤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工厂 因战争导致生产停摆 引发车用线速打缺货 田冬福斯集团 BMW 宾市等车厂出货 其实现在车厂本来就是一个 全球化采购 所以当任何一个区分问题的时候 都会影响整个产品的结构 成本的结构 那如果是这个前提之下的话 未来不排除进一步涨价 特别是最近原物料实在是涨太多了 去年就已经有晶片荒 如今原物料短缺又更加严重 未来买车不但会变贵 等车期可能越来越长 再继续